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年的超级赛当中获得过一战冠军 是瑞士公开赛拿了冠军 然后他们在新加坡公开赛是进了四强 所以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在过去比赛里边 韩国这一队选手呢 这是中国男双的教练刘新民 韩国这一队选手给人印象像高承炫 现在发球的这名选手 他的后场的进攻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刹球的力量比较大 小小八 三 二 二 和韩明和淘家明配合打双打呢 就因为他们平时打混双打的比较多 比赛里面看到的都是打混双 那混双的时候 男选手是主要负责中半场后半场 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打男双 谁去比较多的枪网 来给同伴制造机会 这个我们通过比赛再来看看 哇 两个人的防守非常好 连续利用对角线拉开了对手的位置 打混双打的男选手呢 一般能力都比较强 因为和女同伴搭档 自己需要有很好的跑动能力 和韩明和淘家明主要采取的 还是手中反攻的打法 给她回来 好球 这 这一份进攻 何寒冰和唐嘉明两个人前后场的连贯 做得很好 现在混双中国队在市井赛之后 做了重新的组合 何寒冰是和马进配队 曹家明是和田青 曹家明和田青在长洲的中国大师赛上 夺得了混双冠军 何寒冰和陶嘉明在防守的时候呢 两个人的反攻意识都很强 在接杀的时候呢 不是简单的把球回过去 接过去就完了 而是在接杀回球的时候 线路啊轻重都有变化 来寻找反击的机会 比较可惜 够对角出界 陶嘉明呢 进入国家队的时间 从他的年龄来看 并不算很早就进入国家队 他是来自江苏的拳手 但是他的手感比较好 在国家队里面 他年龄不算小 但是是一个新人 准备 他要是森吧 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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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抢到雷卡 这也是没有办法比较正常的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因为两个人配合时间比较有限 默契度不够 如果说像前面的男子单打呢 讲究的是考察一个运动员的综合能力 一个男单的高手 必须具备很强的综合速度 很好的综合速度 那么双打呢 考察的其实它体现的主要是 两个队员在场上的团队意识 是不是能够互相配合 互相弥补 去给同伴做机会 给同伴补漏洞 这个有的时候是更为重要的 因为要成为一对高水平的双打组合 除了两个人都会做几项天花的事之外 你要长期保持在高水平 必须两个人都能够做好雪中送炭 这个工作才能够长期成为一对高水平的组合 这个对角现在摆脱这边好 漂亮 漂亮 好球 漂亮 虽然高成炫和柳延星是固定的搭档 但是何汉斌和陶家明的出球呢 他们有的时候也抓不着这个路 何汉斌他们的对角线运用的非常好 对角线和直线的结合运用的特别好 对方的进攻很难连得起来 看着是让韩国队先攻 但是由于我们的防守出球很有目的性 所以对方很难进攻能够连起来 偷发一个后场的奏效 11比10 这场比赛也是比较难得一见的 就是对方是一个固定的组合 应该说是综合实力要强一些 而中国队这队组合是临时搭档 是没有任何包袱的去冲对手 这代羽毛球比赛里面也不太多见 一般都是对手毫无包袱的来冲中国队 20 seconds 4,2,20 seconds 11,10,3 11,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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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陶嘉明的出球软了一点 被对方抓到了 双脑的来回球很快 所以你不一定有很充分的时间去做准备 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击球 那时候越想发力 然后越容易失误 正在成 他和李龙大在刚才的比赛里面 比较轻松的战胜了马来西亚的一队组合 十二十四十 一一 好 这段韩国的进攻呢 站在渐渐的找到了感觉 韩国这一队组合 在杀球的时候 比较注意自己的杀球落点 让中国队不容易去回出对角线 前后场两个人的后杀前锋 就能够配合起来 这个球呢 前场的同伴也可能干扰了一下高成炫 但是作为双打 后面的那个人 那就无论你前面的同伴 做不做动作 都应该做充分准备 集中注意力 这球他多少还是受了点 前面同伴的干扰 这段防守的时候 和韩明和道家明的出球 就有一些偏软了 挡网比较多 但是对方攻完了之后 跟进很积极 一挡网正好被对方抓 抓住 现在不见的韩国队的进攻的威胁 开始显现出来了 和韩兵和陶家明守防守 有些顶不住 通过发接发 有了先攻的机会 大队大队上 Lets� that 对方向于是 小队先生 大队要赢 副系大槽 这个正手评抽压得太狠 结果刘延兴 抽抽下王 举拍有一些晚了 没有举拍来等着对方的评抽回击 等他再抬起拍子来打的时候 有些来不及 关注5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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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 16-17 八球前还是赵丽给后场的同伴一个手势 告诉同伴自己要发到哪个点 这球双方都在平球档不起球 这球双方就是都在利用平球档来过渡 不起高球给对方先进攻 关键分都会这样 越是关键的比分越不愿意起球给对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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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汉民接发球回得非常好一个滚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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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19.18 大家可以听到现场双方的教练的指挥和提醒 晓家明也是手岗非常好的一个队员 这个在往前的连续抽压 正反手都给对方很大的威胁 19平 看关键分 和瀚冰发球 高承选接发球 对方接发球直接推压中路 造成中国队回球的困难 出了边线 太急了 往前抢得太急 结果造成失误 最终是21比19 韩国队胜了第一局 第一局对方是21比19 胜了两分 韩国队这队组合 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他们拿过瑞士公开赛的冠军 也是韩国的第二双打 而何瀚冰和陶家明 都是平时的重心 重点是在混双的两平台选手 第一局一开始 他们的策略还是很对的 按照这样的组合情况来看 如果是打发抢的话 应该是韩国队会有一些优势 所以何瀚冰 唐家明 在第一局一开始手中反攻 在前半局也是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在后半局 韩国队逐渐适应了他们之后 韩国队的进攻 比前半局的效果要更好 让何瀚冰 唐家明 在防守的时候压力就非常大 所以到关键比分的时候 你按照正常的 你这个组合的客观条件来说 是需要打手中反攻 可能是你最好的取胜的道路 但是在比分比较接近的时候 打到关键比分 而且前面守的又不是很稳 就不敢再去挑起来 让对方先攻了 那么在最后关键比分的时候 还要和对方去抢前半场 抢发接发 但是最后这个还是 就是特别19平之后的两分 明显就是在发接发的时候 还是韩国队占上风 最后被韩国队赢了第一局 那么第二局在换边之后 看起来何瀚冰和唐家明 一开始还是想 先和对方在发接发上来抢 但一开始抢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双打呢 发抢是很重要的 发抢好 你就总是先攻 先攻就比较主动 如果发抢抢不过对方呢 可以先从防守来做起 但是这有一个基础 就是你必须能够守得住 如果发抢也抢不过 防守也守不住 那比赛肯定就是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输 水平相当的时候呢 可以在场上有些转换 我先跟你发抢抢不过的情况下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慢动作 看到高承炫的杀球 他的后场起跳杀球 还是很有威胁的 而且动作也 算是比较标准的一个选手 中国队现在男子双打的组合呢 第一双是蔡云富海峰 第二双是徐晨 郭震东 第三双是张南柴彪 然后接下来的第四双 第五双的实力呢 就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在超级赛上就竞争力就比较小了 其实在羽毛球这样的一个项目里头 男子双打这是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项目 一个队伍能够有一对双打比较强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刚好刘云星的球拍 线断了 一个机会没有打着 杀追深 何寒冰没办法 来了一个胯下接杀 好在对方扑球下网 也是临场反应很快 对方扑球下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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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可以有场上有些球呢还是可以看出特别是陶家明啊打混双打得比较多的选手有些球路还是不太适合男双 因为混双呢对方在往前有的时候是一个女选手往前的他那个杀伤力没那么大你在往前质量不是很高的去拐一个线路去过渡一下可能你自己还下一盘能防住但是男双的时候对方在前往前的这个人也是男选手你去过渡一盘对方下来的球根本就没有防的机会 这位是小马 10 6 7 10 10 10 5 11 分 10 是 6 3 这个对角抽出去之后对方的球点还是比较在前面 就抽出了结果 你拿住他就被想打死他 把他屁股后面去 都让他不能抽 好 双方继续比赛 现在韩国队还是领先四分 高城翠海发球 何汉斌坚发球 好球 这球准备的很充分 预判对方就是要发这个点 直接推对方底线一个死角 这球杀的是很凶 对角现在杀过来了 杀一个追身 胡汉斌缺乏准备 其实他这个杀的落点不是很好 但是比较突然 这个如果有准备的话 对方可以上手 反抽回去 多往远 就是这个杀的 是这个了 对方 是这个杀的 一把这个杀的 是这个杀的 是这个杀的 有一个杀的 那是这个杀的 对方可能来它可以做 五 二 三 三 三 二 二 三 杀一个两人结合步 杀一个两人结合 杀一个两人结合 陶佳明两次连输了两次 而且今天这场球也是输的没脾气 今天下午 他们两对选手交手的时候 徐晨可能看看这场球 也来看看 研究一下陶家明的球路 何寒敏自己都意外了 这怎么没打着 中国队难得的一场比赛是以弱打强 何寒敏和陶家明的心态非常好 反正他们的重心是在混双上重点 男双也就是配了来打打看 被人家的假动作给晃到了 好 11-17 12-17 这个球陶家明反拍抽的对角线 都抢出机会来了 但是可能握拍还是有点没有拿好 我的太紧 拍面没有调整好 一下给推出了界外 另外也没想到可能对方还真回了这么差的质量一个球 19-13 14-19 15-19 15-19 2-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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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就为大家转播到这 在明天晚上七点半 体育频道将继续为大家转播 本次赛事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 欢迎大家明晚继续收看 今天的转播就到这 是鸿刚为您解说的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